带着奖牌站在背板前拍照 宣称自己受邀全球华人公益金船奖 似乎在说自己就是公益大使 营造好形象 不过实际查证官方名单 明明就没有李台利 像广东人的饮食吃饭 他们都先喝糖 半前先喝糖 可以先滋润一下我们肠胃 李台利上健康节目推广食谱 分享包糖心得 也出现在金钟奖抑制节目 打出名气累积不少粉丝 更因此认识不少名人 演艺圈媒体圈通通有人脉 自己身体深深刻刻的去体会 最主要是那时候痘痘开始会消 对 是没有擦任何药物 也没有吃任何药物 真的就是靠喝汤 上节目分享包糖心得 推广节气食物 但明明没有医学背景 不具备营养师资格 却常常宣传包糖有疗效 脸书文章提到 孕妇可以用食物来改变基因 甚至宣称包糖可以降血压 缓解疼痛控制疾病 不具有医疗背景的Loli 分享暗指疗效的文章 已经踩到法规红线 根据幼稚法 最高可以罚到2500万元 从债务问题 再到蹭工艺 甚至发言涉及疗兽争议 离台令 人设大翻车 新闻综合报道